那一刻,两个无比孤独的女人彻底冲破了心里的羁绊 静静地躺在彼此的身边,给对方以莫大的力量 梅望着身边的碎花迷茫了 她不知这份感情是否该发生,是否该继续 莫不关心到细心呵护,两个女人开始享受彼此的关系 梅仿佛也忘却了自己的身份 美好的一夜,留下的是两个人的思念,彻夜未眠 之后的时间里,一有机会,翠花便会悄悄地触横 梅在面对自己男友时,再也提不起那份假装的享受 今夜,这个漆黑的静谧时刻 面对男友的告白,梅含泪,说了拒绝,悄无声息地离开 那一段时光里,她害怕碰见翠花,害怕跟她说话 刻意回避脸的关系,因为她太挣扎 翠花把心中的愤怒全都释放到了同学身上 双方下了死手,竟只是为了引起梅的注意 梅心里的苦,谁又何尝能懂 今夜梅的故作坚强,就引起了翠花心头的那份恨意 勇敢的翠花,摇身一变,站上舞台 第一次当着大家的面,当着她爱的人 唱出了她心头的那首歌 身在歌曲中的两个人,就那么对视着感受良多 她牵了她的手,那一刻,梅终于迈出了那一步 那么是幸福的一步,可不料生活并不打算成全他们 两人的感情被校长抓了正着 美被带走了,被强势性带去看心理医生,接受治疗 那一刻,翠花奋不顾身地送上了自己所有 相爱的两人被世俗隔开,被现实分离 这份别样的爱情,就这样画上了句号